哈喽大家 今天要来看的是 History第五季 预见未来的你第六集 上一集我们看到 戴哲妮她终于去找到了陆思琪 本来预计是要跟她好好的健身的 跟海逸有一些计划 想要让海逸重新掠获陆思琪的芳心 没想到呢 陆思琪设计陷害的 戴哲妮给她安排了两个拳击选手 我们一起来看看 海逸会不会成功 英雄就美吧 剧情真是越来越荒谬了 这是林怀恩 他们海逸百货的餐厅吧 看到总经理 现在遇见总经理很尴尬 我就说吧 电剧安排这种情节很尴尬 这样人物也尴尬吧 昨晚的事 她为什么完全没反应 啊就当作没事发生就继续吧 就当作只是个意外啊 昨晚就经理做这种事情 我真的是疯了 这是你 不是 好哦 倒是导演还想玩蒙太奇是吧 一边被撞一边被打 耍我 是你耍我吧 正常人都会觉得莫名其妙好吗 好好哦 最好是这样子一拳能飞踢啦 这两个可是专业拳手 海逸 为什么在这里啊 带着你 你来了吗 怎么在这里 我让你 他是你找来的 你才是那个被抛弃的 你再跟我说一次 再跟你多说半句都是浪费生命 好了你已经多说一句了 走 走 我帮你买了日式便当 哇 我试过了耶 可是我刚刚看你在美食街 好像都不是在吃东西 哈哈哈哈哈哈 你躲这样而已哦 哈哈哈哈 你在美食街 哦 不好意思 受不了 你都要看到了 对啊 怎么样 对林怀恩小可爱 越来越心动了 好啦 跟他把话说开啊 不要再逗他了 这个好好吃哦 当然啊 他可是要来追老婆的便当 当然好吃 真是的 全靠总经理主动 我真的没给你啊 好啊 不过林怀恩啊 你就这么自然而然的接受总经理对你的这些多余的好啦 你如果没有要回应人家感情 你要态度要明确耶 还是其实你也喜欢他了 总经理 你今天蛮不舒服 我可以放林怀恩了 他 我有学过 哈哈哈哈 哦 干嘛 我吃饱了 那我可以放林怀恩了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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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我觉得编剧这样就把林怀恩写得很可爱啊 欸 还是是 徐涛的演技加持 嗯 哎呦 滔滔這顏值演技 棒棒的 哇 全套的 我自己創作的音樂 我知道啦 自己做嘴好吧 音樂很好聽 我自己也很喜歡 覺得這段音樂可以讓人放鬆 這一隊就是走那種比較傳統的這種偶像劇的套路啦 說穿了就是一些老套的路線啦 對 可是就是這種老套的套路反而好顆 OK 你看像這種斷句斷到一半的也很老套啊 可是 唉唷 林懷那個心動的表情真的是 會讓人覺得好顆啦 有CP感啦 嗯 謝謝 唉唷 不會 嗯 好嗎 好啦 看這邊英雄救美怎麼樣 哇 沒事啦 你會被自己唇死 我都是為了你耶 要這樣說我 我怎麼知道要不安排你出牌 什麼叫不安排你出牌 遇到一個 喊著你的神經病 當然是 報警就不錯了啦 幹嘛 你這朋友倉庫裡面的物資是隨便都可以這樣拿是不是啊 當然可想而知海逸到時候會跟朋友買單啦 只是 什麼 什麼 嘴巴不要錄貝哥哥行不行啊 貝哥哥 兩千年有貝哥哥這個詞喔 我不曉得這個詞什麼時候出來的啦 SORRY 我第一次換人擦藥 嘿 我怎麼感覺他在擦藥結果你在皺眉好像你在痛一樣 你幹嘛 我怎麼感覺他在做 你怎麼感覺他在做 哦 這是 前面有任何伏筆嗎 這是 這是小時候他爸爸對他做的 還是 他小時候何波瑞對他做的 我為什麼要讓他受這個罪 你也知道 他幫你找到人就已經夠了好不好 好 而且你現在也跟你女朋友一刀兩斷了 這單可以聽了啦 你嗎 那邊還有床喔 你發燒 要是傷口沒感染 好啦該稱讚的地方稱讚一下啦 這邊的打光明顯是有用心編排過的 包括後錦的桌子上有一束光 你怎麼知道哪個薄哪個尾啊 這樣查得到 兩千年的人耶 兩千年的資料耶 還是其實何波瑋他 真的有何波瑋這個人 有活到2022 他真的來自千禧耶 我剛才把一個叫何波瑋的基本資料傳給你 你幫我調查一下 你怎麼這樣隨便你查就查得到基本資料 而且那個Sam到底是誰啊 真是的 我可以理解他只是個工具人 只是 既然海藝有這樣子一個信任的人 為什麼不讓他找女朋友就好 所以兩種比海藝還有名喔 還有錢啊我講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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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思琪 欸你不要這樣子站在櫥窗外 像個神經病 像個偷窺狂 我說的不是普通朋友耶 是進一步交往 陸思琪你這個壞女人 又是你 這個壞女人不但雜欠包養我男朋友 還逼他跟我分手 那你在胡說八道什麼啊 我跟你說 文森你千萬別聽他的 你這個神經病 所以 梁文森這是看懂了吧 他應該看懂 帶著你講的是假的 但眼前這個陸思琪 也不是什麼好女人 他應該看懂 你放心好了 文森 你為什麼單身這麼久 問到重點了 對他在等一個人 欸 這個回答是不是有點曖昧 欸 男主弟辛苦啦 大家都辛苦啦 應該的應該的 必行去緩 民眾啊 會出現 報復性的消費 現在才要報復性消費嗎 還生交給梁總經理 我們可以放心了 就是啊 老公我就跟你說嘛 現在啊 就是要把這個責任 交給有才能的年輕人當家 你剛才跟梁文森講話的腔調 不是這個樣子的 董事長 我們剛剛談那個資料 是不是忘了放你車上了 對 我去車上拿 就剩他們兩個 也不是混小子的消息啊 蛤 我小子身上沒錢沒卡 還給我搞失蹤 您就別擔心了吧 我擔心他 我是怕他給我炒貨了 所以又是個最硬心軟的父親啊 我先來看看 你說 你來還是喝酒嗎 從18歲離開育幼院到現在 啊他以前也是育幼院的啊 好久沒去任德 他有劉院長 這幾年我有空都會回去 劉院長他一切安好 那混小子 對我能跟你學業該多好 嗯 所以他是董事長的養子是吧 然後那個混小子是董事長的親兒子 就不回家 是海藝嗎 應該不會是吧 難怪會被陸司機說 可是海神集團姓海不會吧 你不能再這樣天天打遊戲 過這種查來生手飯來張口的日子了 你不要忘了 生活公約裡面有記載 所有家事都是你負責 不過有一天我走了 你什麼生活技能都不會 你要怎麼活 你要走就好 你說什麼 我說不用 反正你都要走你跟我死 嗯 兩個人在那邊傲嬌 抓一抓 他剛剛洗米用露燒嗎 這不是亞洲人支持嗎 開玩笑的齁 蛤 什麼 剛才帶著你忘了放外鍋水 不要浪費時間 我們把油放在裡面 熱一熱 這邊 那他這麼會做家事還叫帶著你去做 是啊 所以海藝根本也不是什麼大少爺 他從小自立更生長大的 這些家事其實他都會做自然的做 這個 補色瓶 從這邊 所以他可能就是 真的就是海神集團 那個被拋棄的大少爺 不知道他跟他父親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刷刷刷刷刷刷的乾乾淨淨 欸 幹嘛啦 很故意 海藝快點這個時段都有牛腸牌試吃 試吃 又吃那麼小塊 他來到海神白貨了 而且這一堆都是檯面上賣的 檯面上賣的 這不就一般超市嗎 想吃就買回家吃 大爺 那一串色香葡萄要一千多塊 什麼葡萄這麼 一千多就一千多又不是買不起 喔 口氣那麼大 你以為你是海神白貨的繼承人 喔結果他還真的是啊 就算我是繼承人 我也不做這種蠢事 想得好像你很有錢一樣 你要是有錢喔 就不會跟我住在那個破倉庫啦 是不是要遇到誰了 就是喔 面對現實 唉 現實就是他還真的是董事長的兒子 那個女生 那個妹妹是 喔不要叫她妹妹好了 反正她是片頭娶的那個女配角吧 真的是你 阿妮寶貝好久不見了 阿妮寶貝 那該不會是帶著你的前女友吧 OK好 還沒有遇到海神的人 先遇到一個女配角 不過從這女配角的戲份來看 她應該也只是來助攻的而已啦 應該不用太擔心她 好啦這一集就 如同我前一集的感想一樣 我覺得感情線有在往好的方向發展 雖然一些情節的編排還是讓我覺得很尷尬 但是像梁文森跟林懷恩的演技 撐起了CP感 所以這部劇開始有一些讓我覺得喜歡的驚喜了 就只是說現在已經第六集了 主線還沒有進入高潮 很多事情還沒有明朗 當然已經慢慢的一步一步在拖雲見日了啦 一條線索一條線索慢慢出來了 包括今天梁文森跟董事長見面 那段對話還挺多訊息的 雖然他帶著董事長在那邊參觀百貨公司的那段實在是有點太冗長了 對還是要說一下 這部劇的導演還是有一些技術不夠好的地方 但還OK啦 已經讓我漸漸開始覺得說 OK我知道你要做什麼了 不會讓我覺得說 這個編劇他知道自己在幹嘛嗎 這種感覺 怎麼說呢 到了第六集 我還要說 J繼續觀望這句話嗎 好像已經可以給出一個結論性的結論了 就是前六集 綜合來講並沒有那麼吸引我 後面的怎麼樣再說 我不會起劇啦 就還是會繼續看看 我還是相信History這個招牌 如果真的這個招牌毀在這部劇手裡 那就當我壓錯包了吧 就這樣吧 下集再見啦 掰掰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